桃花园大展桃艺家主题区系列 带您来看夫妻党桃艺家 魏怡红与王小贤的作品 一位是泰鲁阁族的男士 大量运用家乡的在地素材 创造出烈焰中又显温情的作品 一位是温柔细腻的女生 用花来呈现春暖花开的喜悦 透过镜头带您来欣赏 目前在花莲文创园区第六洞展出的 桃花园大展有许多杰出桃艺家精彩创作 其中一对夫妻党桃艺家 温怡红和王小贤 也有相当令人惊艳的最新主题呈现 身为泰鲁阁族的温怡红 大量运用家乡在地素材与族群的元素 创作出烈焰当中又显温情的作品 因为我本身是泰鲁阁族 泰鲁阁族在我们台湾援助民族里面 应该是没有桃文化 所以刚好因为是没有桃文化 所以我的想象空间更自由 这一边就是 我主要是要展出我对家乡的 的依恋跟离不开 所以从很多的作品上 我都尽量用在地的素材 包括利物稀尼来当幼药 然后再加一些当地的土 来调自己的配方 所以就是把我的成果展现给大家 温柔甜美的王小贤以花为主题 想呈现春暖花开的幸福喜悦 这个主题叫做春暖花开 因为刚好这个期间就是在春天嘛 然后这个展览期间 那我这一次的作品都是以花为主 花型的 那还有就是进花水月 还有一些就是因为看了那个墨内的 在星光三月的那个画展 它是影音的那种画展 那就激发了我想要创作那个碎莲的感觉 所以大概大概是这样 大家可以来现场看一下 那这次的那个柴烧的那个烧出来的那个莲花 非常有墨内的那个颜色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我还蛮满意的 希望大家可以来现场看看 夫妻两人作品风格截然不同 各有精彩亮点 欢迎喜爱陶艺创作的民众 把握机会前往花莲稳创园区参观欣赏 借旅会欢视报导